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百零五尺远的右外野拳雷达 以及第五棒一类手骨利尔 Yuli Guriel 击出三百八十一尺远的左中外野拳雷达 造成太空人对单局就以五发拳雷达的九分奠定胜利基础 红袜队当晚也于第一局和第三局击出过两次拳雷达 艾瓦瑞兹目前已经挥出十二支拳雷达 而太空人对团队在例行赛季已经贡献五十六次鸿不让 美国职棒大联盟MLB最继一次出现单局五轰 是纽约扬基队于2020年9月17日晚间 在主场迎战多伦多蓝鸟队时 拳雷达多寡 是大联盟赛事吸引球迷捧场的关键 大联盟和所属的每支球队都密切的关注主队和客队 在特地球场打击表现 尤其是一般球员挥出拳雷打的难易程度 以及一类安打 二类安打和三类安打的可能性 目前对于打击者有利的场地 分别是芝加哥白袜队 芝加哥小熊队 底特律老虎队 亚特兰大勇士队 多伦多蓝鸟队 旧金山巨人队 西西纳提红人队 德州有起兵队 西雅图水守队 科罗拉多洛基队 洛杉矶道奇队 迈阿密马铃鱼队 纽约洋基队 和圣路易红雀队的主场 分为球场的绿怪物场地特色 造成任何来访球队都必须要精细盘色 该场地最多容的量位47,627人 日常满座37,305人 夜场可达37,755人 左外野距离本磊310英尺 94.5公尺 中外野距离本磊389英尺9英寸 118.8公尺 又外野距离本磊302英尺 92公尺 借墙的高度有60英尺 18.3公尺 左中外野距离本磊379英尺 115.5公尺 又中外野最远距离本磊420英尺 128公尺 又中外野最近距离本磊380英尺 115.8公尺 日前 巴尔迪摩金英队 才为了改变场地的力打局面 特别才取行动 加场左外野30英尺纵深和加高借墙 从7英尺达到13英尺 在此之前 金英队的主场 左中外野借墙 正是大联盟各支球队中最低的 彭广阳 2022年5月20日